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看安播足球快訊 不宜包單挑巴塞隆拿 星期五凌晨,西班牙堡第五圈繼續展開爭奪 不宜包將對巴塞隆拿 兩隊近期稱得上是南興南帝 始終他們之前在西超杯都遭遇失利 不宜包更是在決賽上直接失管 今將六死誰守,我們都是拭目以待 在上將西超杯決賽不宜包上下半場角失一球 而且老將魯爾加西亞十二碼宴客 最終球隊20比2輸給王嘉馬得利 這也是球隊隊史首次在單場決戰的決賽中不敵對手 之前的五次西班牙杯決賽,不宜包對王嘉馬得利全都贏 賽後,蒙利欣被捕捉到落幕的身形 這位不宜包隊長再次目送對手球員在頒獎台上狂歡 而最近一次就在去年的西白牙杯決賽 當時不宜包輸給王嘉蘇斯達失了冠軍 需要指出是,不宜包近年在杯賽上有著不錯的發揮 只可惜球隊和冠軍獎杯始終失之交臂 但在競爭力層面上,他們也不可以小看 今場比賽對巴塞龍 不宜包當然希望擊敗對手晉級 雖然最近一次在西班牙杯的交戰中 不宜包在以色列告中 並將獎杯共受傷弱 但現在的巴塞龍蠟就像一隻受傷的老虎 每個人都可以欺負他一下 他們目前聯賽排名在第六位 當中只有一次連勝 在陣容方面,後衛紐利斯、中場 雲斯多以及前鋒維拉列比 都是引上缺陣的 另一邊,巴塞龍蠟最近兩場各行賽事 在常規時間內無法取勝 其中上將西超杯更在加時賽中失利 球隊最喜歡2比3輸給王家馬德里 慘被淘汰 雖然目前明叔稍微接管稅位 但巴塞龍蠟還未能一下子回到巔峰 球隊正處於重建階段 不過由於資金嚴重短缺 他們無法大刀斧斧地買人 之前斥支接近5,000萬歐元 拿至本土人才 菲蘭托利斯增強攻擊力 而且養傷已久的安蘇法迪上將西超杯復出 並且能入球 今場有機會繼續出戰 對此,球隊在進攻上仍值得期待 當然巴塞龍蠟的持續能力才是最為關鍵 始終球隊今季能夠連勝的場次實在屈指可數 而中後場正是他們需要留意的地方 上了加時賽輸給王加瑪德里入球 幾位防守球員都要出勢力回追 暴露了這大問題 在其他方面 前鋒、魯克迪莊停賽受罰 另外,後衛沙治羅拔圖和艾力加西亞等人都因傷缺陣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阿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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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